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世诗纪第二十二天 世诗纪九章二十二至五十七节 神必报应 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 事件人就以诡诈带亚比米勒 这是要叫耶路巴黎七十个儿子 所受的残害 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 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 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事件人 事件人在山顶上设埋伏 等候亚比米勒 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 他们就抢夺 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事件 事件人都信靠他 事件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 踹酒设摆盐宴 进他们神的庙中 祠和咒诅亚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加勒说 亚比米勒是谁 事件是谁 使我们服侍他呢 他不是耶路巴黎的儿子吗 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吗 你们可以服侍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后裔 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 为愿这名归我的手下 我就除掉亚比米勒 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 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 一载西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 就发怒 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事件 山祸城中的民攻击你 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 在田间埋伏 到早晨太阳一出 你就起来闯城 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便向他们见机而坐 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 夜间起来分作四对 埋伏等候事件人 你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 加勒看见那些人 就对西布勒说 看啊 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 西布勒说 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 加勒又说 看啊 有人从高处下来 又有一对从米厄尼尼像树的路上而来 西布勒对他说 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 叫我们服侍他 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 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 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 于是加勒率领事件人出去 与亚比米勒交战 亚比米勒追赶加勒 加勒在他面前逃跑 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 亚比米勒住在雅鲁玛 西布勒赶出迦勒 喊他弟兄 不准他们住在世间 次日明出到田间 有人告诉亚比米勒 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 看见世间人从城里出来 就起来击杀他们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 站在城门口 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 亚比米勒正天宫打城将城夺去 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 撒上了盐 世间楼的人听见了 就躲入巴黎比利土庙的会所 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 世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 就都上撒门山 亚比米勒手拿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 对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 众人就各砍一只跟随亚比米勒 把树枝堆在猥琐的四围 放火烧了猥琐 以至世间楼的人都死了 男女约有一千 亚比米勒到提贝斯 向提贝斯安寅 就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 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 关上门上了楼顶 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 挨进楼门 要用火焚烧 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 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 打破了他的脑骨 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 对他说 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 免得人议论我说 他为一个妇人所杀 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 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 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 向他父亲所行的恶 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 世间人的一切恶 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 耶路巴黎的儿子约坦的咒诅 归到他们身上了 亚比米勒自立为王 为了争夺权力 甚至不惜借外人的手 杀掉同父异母的七十个兄弟 神并不喜悦这事 神是公义的 必会按着人所做的报应他 我们从亚比米勒身上 看见神如何使他自食恶果 一 以诡诈相待 亚比米勒因母救 及世间人的拥戴 而自立为王 但是 神是公义的 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因此 神让他们自食恶果 容许恶魔降在他们中间 世间人就以诡诈 带亚比米勒 他们从前为了自己的利益 拥戴亚比米勒 如今也为了同样的原因 与他作对 圣经提到诡诈时 经常将其与不义 谎言 自欺 毁灭的话 不禁为神相提并论 诡诈常出现在人的口舌 及内心中 以诡诈带人的 人也以诡诈带他 当人以自我为中心 便会为了利益 而无所不用其极 以诡诈的思想 及言语带人 如同先知耶利米写道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势透呢 要求主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不要任凭我们 随己意而行 更要求主 常常用他的话 来更新我们 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使我们有正直的灵 活出敬虔 爱他的生命 二 自相纷争 雅比米勒与世间人 彼此原来是同一阵线 如今却反目成仇 自相纷争 神借雅比米勒的手 急杀世间人 又借一个妇人的手 杀死雅比米勒 如同第五十六五十七节 写道 神报应雅比米勒 杀了弟兄七十人的恶 世间人的一切恶 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必要审判罪恶 他说 神冤在我 我必报应 不过 神会按着他的时间 而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 来报应人 神让雅比米勒 管理以色列人三年 才让恶魔 降在他和世间人中间 因为神要给他机会悔改 不过 可惜的是 雅比米勒却没有把握机会 每当我们犯罪 神没有立刻处罚我们 是他的恩典 神因着怜悯 不让我们立即受罚 反倒给我们时间悔改 所以 当我们看见不公义的事 仍要信靠神 先在主面前自我省察 认罪悔改 然后安静等候他的时间 神行公义 当他的时间一到 所有的邪恶都要被除灭 主啊 以你的公义 必按个人所行 报应他 以你的怜悯 没有让我立刻受罚 让我有机会悔改 我感谢你 道读神的话 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 我耶和华是 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捕的 要照个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阿们 耶和华你是 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请让我从小就可以 有一颗敬畏的心 因为我的神 是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阿们 我们的神 是见察人心 试验人肺腑的 是公义的神 主啊 求你常常 见察我的心 愿我的心 清洁纯正 讨你的喜悦 阿们 愿我的心 清洁纯正 讨你的喜悦 所以求你 时常 见察我的心 光照我的心 保守我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阿们 亲爱的天父 也希望你 常常 光照我的心 保守我的心 这样我才能变成 不害怕被 见察的人 也可以成为 经得起 考验的人 阿们 更多光照我们 保守我们 使我们的心 可以经得起 见察 我们的肺腑 也可以经得起 试验 好叫我们 行出来的 做出来的事 都可以 使你得荣耀 阿们 检查人心 试验人 肺腑的主 你也是公义的主 你要照个人 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 报应他 帮助我们 更多 倚靠你 孩子这样 祷告祈求 是奉主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 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